作息沒有條例 總共 最後5秒鐘我們要補充了 好 那我做細紙 那我目前在內部科學區 當作測試 好 謝謝大家 OK 我們給這位方一個掌聲 謝謝 畫面現場是信義區公所 為單身市民舉辦的 穿越松煙 尋找幸福記憶的 單身聯誼活動 參加民眾是涉及台北市 或於台北市居住就業 就學的25歲以上 到45歲的單身市民 活動設計輕鬆活潑 有開場的自我介紹 互動小遊戲 彼此漸漸熟悉後 再安排各組成員 漫步到松山文創園區 進行實境解謎遊戲 找線索 找答案 製造彼此認識與互動的機會 參加民眾說 交友方面主要還是 看個性與談得來比較重要 因為就是之前沒有參加過這個活動 然後想說這次有機會就報名看看 因為想說認識一下新朋友 然後了解一下聯誼活動在做些什麼事情這樣子 我個人是沒有設限說一定要什麼樣的一些標準 我覺得交朋友都是很開放的 那當然就是大家朋友啊 第一個是說面對面然後看台灣來嘛 保持很開放就是很愉快的心情交朋友 那沒有說設限就一定要什麼樣的標準這樣 那如果說大家可能歡迎這樣子 嗯 交交朋友 因為工作上都是男生比較多 對 想說來認識一下你 對 以合得來比較重要 對 嗯 就是說朋友圈跟工作上認識的人比較多都是女性 然後就會想說那就是來參加這樣的活動來拓展一下自己的朋友圈這樣子 嗯 我其實沒有收聽太多耶 就比較隨緣一點 對對對 我們公所呢這次辦的單身聯誼活動 最主要呢我們是希望能夠鼓勵我們的青年男女呢 能夠在士林的試婚 就能夠找到他理想的目標 然後能夠營造他們幸福的人生 那現在呢由於我們的生活非常的忙碌 大家也都知道年輕人可能工作都非常的繁忙 所以大家平常可能也比較缺乏一些交友的機會 也使得我們台灣一直以來就是那個不婚不生的狀態已經變成國安問題了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能夠讓這些可能忙於自己的工作啊 家裡的事情的年輕朋友 有這個機會走出來互動 那能夠藉由一些輕鬆的有趣的活動來認識他們 可能就有機會遇到他們未來合適的另一半 那我們這次呢特別選在松菸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在年輕人的心目中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個文創的一個非常棒的一個基地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再透過一些自然互動的活動的設計 讓大家在一個很輕鬆愉悅的狀態之下 能夠擴大它的交友範圍 如果他們可以找到互相能夠契合的另外一半 也是我們最大的目的 而透過官方舉辦的單身聯誼活動 專業的安排各項流程 也讓參加民眾感到安心又放心 去公所比方說像官方這樣的辦理的 對我們來說比較有保障一點 因為怕說有時候碰到一些詐騙 這也是有可能的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比較釐清說 這邊是官方市政府辦的活動 會比較有安全性的一點保障這樣 那就是我覺得就是蠻貼心的啦 對對對 所以我就會想說就是來試試看 那我們台北市的12個行政區呢 其實每年都會舉辦這樣子的單身聯誼活動 那其實最主要的我們是希望透過由工部門來舉辦這樣的活動 那我們在整個流程設計啊 受理報名的過程 我們都會特別的嚴謹 那我們在選取一些活動的地點啊 或者一些活動的設計 也都會有更多的資源 跟更多的活潑的項目可以融入 那希望透過這樣子 能夠提高我們年輕朋友參與這樣子活動的信心 讓更多的人願意來參加這樣子的單身聯誼活動 新一區公所說單身聯誼活動也落實內政部 鼓勵支持年輕族群士林婚育 及早完成人生目標的人口政策目標 希望透過輕鬆互動的交流過程 鼓勵單身市民把握機會抓住緣分 為參加者創造良緣 穿越生煙尋找幸福記憶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謝謝 这个第六题的掌声诡异 谢谢